你见过三个头的直升机吗 这架飞机像集了一个怪物 单独看每一个头 都是很正常的机头设计 可设计师偏偏要把三个驾驶舱连接在一起 虽说一次能挂载运输70吨的货物 但最终却没有被投入使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世纪60年代 苏联为了提高直升机的货物运输能力 便在传统直升机的基础上进行了整改 造出了一架三台驾驶舱连在一起的直升机 都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 而三个头组成的三角形飞机 稳定性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因为它并不只是将直升机的运载能力提高三倍 而是十数倍 每一个机身中间都采用了极为结实的衡量链接 不仅每个机身都能单独装在货物 而且还可以把更大型的货物直接悬空拖拽 再加上衡量内的发动机设计 这架飞机光是发动机的数量就达到了六台 足足两万多匹的马力 足以让现代一些运载飞机都自残行贿 可就是如此强势的三头飞机 却在刚问世不久就被终止使用 理由是这种设计存在严重缺险 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发生严重事故 看到这儿 你们感觉这架飞机到底有什么缺点呢